俄罗斯丈母娘家的地下室啊 已经囤满了我们刚挖的胡萝卜 土豆 希望这个冬天的话 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 这不是俄罗斯大舅哥 在主动应征入伍之前 第一次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吗 大舅哥不仅做了 我最喜欢吃的俄罗斯的汤 还拿出了自己珍藏已久的福德家 我们促膝常谈聊了很多 大舅哥的意思 也是希望我这个中国女婿 以后能多帮衬帮衬 这个俄罗斯小家庭 最后我们约好了 第二天一起去俄罗斯老丈母娘家 看看老两口家里有什么需要添置的 第二天到了之后才发现 丈母娘和老丈人正在后院挖土豆呢 大舅哥健壮 二话没说 立马就帮老两口挖了起来 因为我们这边属于西伯利亚 冬天寒冷而漫长 下个月就要开始下雪了 而且土豆是俄罗斯的主食 老两口过冬就全指着这些了 所以要快点收好 放在地窖里面储存起来 最后在我和大舅哥的帮助下 土豆很快就收好了 这时候大舅哥又发现 丈母娘家的柴房空了 就和我商量了一下 一起帮老两口买了一顿柴火和一顿煤炭 因为这边的农村是没有集体供暖的 每家每户都是需要自己烧暖气 所以冬天的时候都需要大量的柴火和煤 说干就干 大舅哥打了一通电话 没过一会儿就来了一辆卡车 上面堆满了柴火 我和大舅哥也开始忙着卸货 而一旁的小罗马就十分乖巧的 换着大舅哥手机里放的音乐 跳起舞来 虽然大舅哥平日里工作也比较忙 陪小罗马的时间有限 如果这次大舅哥真的被派往最前线了 下次回来就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也许现在小罗马还会抱怨 爸爸陪自己的时间很少 但是总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爸爸是英雄